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 11月1號星期五的財經早點名 我是陳昆仁分析師 先預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今天是星期五 也希望大家能夠週末愉快 我們經歷了一天的颱風假 因為這一次的話是休了一天 現在目前看起來颱風 已經漸漸的遠離 不過我剛剛出門的時候 發現台北這邊的街道 那個路數倒塌的很嚴重 所以假設如果你待會兒 準備要出門上班上學的 投資朋友 觀眾朋友們的話 請你務必要小心一下安全 還有就是看起來 這個間歇性的大雨或大風之類的 還是會依然在伴隨著我們 這是今天剛剛我出門的狀況 如果就台股的狀況來說的話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結論 今天待會早盤的台股先跌 而且會先大跌 如果你看到跌了300到400點左右的 台股行情的話 請你先不要擔心 請你先安靜下來 因為這在走一個禮拜四跟禮拜三 我們台股在修飾著這兩天的美股的下跌 的重挫 下跌跟重挫的原因 就是我跟大家提醒到的 這個禮拜有很重要的經濟數據 和很重要的美股的重量級的財報 你看像Meta 微軟 今天早上還有Intel Apple 還有Amazon 然後還有美超圍突然又給你爆掉 兩天腰斬 兩天跌到快50%的這樣的過程 所以今天台股一定會受到一些 相關的干擾跟影響 我也跟大家提醒到了 現階段的台股在跟著美股 在波動的過程之中 真的波動 我想不到什麼樣的一個形容詞 來去形容它 波動也好 震盪也好 更跌也好 這就是現在目前的台股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說 我要跟你說 一樣 台積電 鴻海 聯發科 廣達 四大全資股 明年的活力全面上漲 明年他們的成長動能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比方說像今年的台積電的EPS 可能可以看個45塊左右 然後明年的話 大概可以看到57 甚至有人喊到60塊 法人看法不是我亂喊的 所以明年的台積電 你就應該要看到1300塊 可是今天的台積電 你怎麼樣都要更跌 你搞不好要回測1000元 甚至還要跌破個1000元給你看 所以在短線上面而言 請你要小心 不要去做一個過度追價 追高殺低 每天早上8點到8點半 如果有開盤的 台股的時間的話 就會在我 就你現在看到的中視頻道 我幫大家做一些相關的提醒 假設如果是沒開盤 或者是說有一些比較屬於 特殊的事件的時候 我也會在我自己的YouTube 去做一個加入的這個影片的動作 比方說像昨天我就在 我自己的YouTube 去做一個加入 因為我昨天還是有去公司 我昨天那個風雨是斜的 我昨天去提醒我們的投資朋友 我們的粉絲們就是說 因為美股這邊的震盪 震盪的原因就是因為財報週 然後我也特別提醒說 你最近這幾天 你可以用一些比較屬於期貨 我也說過了 如果你沒有操作期貨 你至少 你也要把期貨的指標 把它看懂看匯碼 否則在台積電10月17號的 法術會的隔天 台股大漲了600多點的時候 新聞再跟你說台股要衝 看歷史新高24416的時候 你如果那時候是很High的 我告訴你 你那時候反而要小心 因為我有跟你說到的 貝黎是不是看到指數創高 期貨沒創高 然後你就發現說 怎麼那天就是短線上面的高點 然後也跌了1000點 那些相關的內容 我的節目都有跟大家做提醒 然後我也跟你說過了 因為我有一本著作叫 交易期貨的第一本工具書 如果你想要了解多一點的期貨的話 你可以把我的書 現在目前都有在博客欄 你可以買得到 你不一定要去實體店面 你可以從網路上面去做訂購 也相對安全 也相對快速 那因為我也幫大家辦了一個 抽書的活動 裡面是我的簽名書的活動 所以這個內容的話 在我昨天的影片裡面 有跟大家做一個相關的提醒 前面講了滿多的一些內容 我還是跟大家提醒幾個重點 第一件事情 台股 跟漲 跟跌 美股 這叫必然 第二件事情 短線的波動 請你保護好你自己 因為包括經濟數據 包括像是企業財報 甚至像是接下來的 美國總統大選 11月5號那附近 都會來去做一個投開票 所以這邊的一個震盪 會是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 那短線下跌之後 會帶來很棒的低階的好買點 我們也在帶著我們的團隊會員 來去做一個逢低 去做加碼的動作 先等等 等我通知 再來去做進場 那這次現在目前 先跟大家講的 其實花了五分鐘 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 能夠在市場上面賺錢 來 一樣 先看美股 清晨美股的部分的話 也是全面下跌 然後科技股是領跌的 甚至你可以看到最新最新的新聞 跟你說 伊朗船 很有可能會在美國總統大選的前後 甚至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透過伊拉克的民兵的軍事基地 或者民兵的一些攻擊的設施 去打以色列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宣稱說要避開 自己本土境內被以色列攻擊 因為你從伊朗發射出去的話 以色列就知道你在哪裡 那不然他就打你那邊 如果透過以色列的話 如果透過伊拉克的話 宣稱可以避開一些 被偵測之類的 但是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還是比較偏向於題材面 因為中東那邊 我的看法就是打假的 但是比較打得火熱一點的部分的話 還是在美股的財報上面 尤其是你看今天清晨的輝達 下跌了4.7% 然後台積電的話 繼續再跌了2.03% 所以待會兒的台積電 跌破1000塊 有可能 但是在跌破的過程之中 你看一下什麼時候 能夠手穩那個低點 因為跌破1000塊的台積電 我都認為是投資價值 甚至像是短線而言算是錯殺 但是要不要殺 你不一定要去殺低 但是在殺低的過程之中 你可以留意一下那個底部 比方說三天不再破底 然後有投信 甚至像是外資去做一個買超的時候 那時候的台積電 我認為就是一個相對的低點安全的地方 這邊也不要去做街道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台股的重點是 忘記跟做夢跟作戰行情 所以基本上而言 台股的重點我沒有去調整它 但是短線而言 我們就必須要面對到一些 比較屬於波動的過程 這個是禮拜三 因為我們有 我直接看兩天 這個是兩天的數字 因為有看到有跳一下跳一下 這是兩天的數字 因為我們台股修了一天 所以我給你看一下 修市那天跟昨天凌晨 今天星辰的一個狀況 那禮拜三 美股全面下跌 費城跌3%多 然後超微跌10% 原因是因為它的財報 是比較展望是比較保守的 為什麼會保守 原因是因為 他說我們需求很強 但是我們搶不到晶片 但我告訴你 那句話叫藉口 什麼樣叫做藉口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超微 它現在目前的AI的產品 AI的伺服器的晶片 遠遠不及於回答 所以市場上面在看的領頭羊 依然還是看回答 獲利 營收 大幅成長的還是在回答上面 所以超微 它給了一個比較偏保守的財報 所以市場覺得說 我就不要買那個落後的股票 這個觀念我也跟大家說過 所以就是你要買 你就要買領頭羊 你如果買那種落後補漲的話 它會慢漲 而且會先跌 這個觀念是你必須要把它學起來的 不要聽新聞講說 你看那個誰誰誰漲上去了 趕快買那個還沒漲的 那個很慘 我跟你說那個都是風險 所以拜託你 請你先找領頭羊 然後美超微的部分的話 我也跟你說一下 禮拜三跌了3.68% 然後禮拜四你看這邊 又跌了11.97% 因為他其實犯了一個大忌 那個大忌是因為 來 我給你看一下 這裡 為什麼他犯了一個大忌的原因 是因為 包括我們自己的台股也一樣 我要跟你這樣的觀念 假設如果有一家上市櫃公司 他們原本的簽證會計師 突然跟你說 我不做了 我要辭職了 美股也一樣 台股也一樣 有極大的風險 因為安勇他原本是 美超微的簽證會計師 可是他說了 他說我沒有辦法信任 公司的管理階層的 審議委員會的陳述 我認為公司的財務報表 已經不再可靠 所以當安勇說出這句話 出來之後 他的下跌 就是30幾%跟10幾%的下跌 兩天快要腰斬的 美超微他會在 預計會在11月5號的時候 公布他的財報 他的說法是說 我認為會計師實質表示異議 因為我們目前審查還沒完成 而且我們會對於最終審查 去採取相應措施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我說 從公司方面 和財報的簽證會計師 的方面來說的話 我寧可多相信 財報 簽證會計師多一些些 所以我話說到這邊 因為今天的美超微 甚至相關的美超微的 概念股 受惠股 也會受到一些相關的波及跟影響 在波及跟影響的過程之中 我們如何去做應對 下一半段的節目的單元 會來跟你做一個相關說明 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我再跟你提醒一下 最新最新的美股的財報 跟經濟數據 這是最新的數字 因為剛剛我看到的是 像蘋果也公布出來 他們最新的財報猜測了 然後Amazon還有Intel 都有公布出來 最新目前的蘋果的狀況 這盤後跌了快2% 因為他雖然他說了 iPhone的銷售量是歷史新高 但是服務的數字未達標 而且本季的收入 在低的成長動能 是低的到中的個位數 大概就是2%到4 5% 所以表示說 他就新的iPhone出來之後 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樂觀的驚喜 因為他的AI才出來而已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 蘋果遇到的問題 所以今天剛剛的盤後 先下跌了2% 然後Intel的部分的話 他上個季度很糟糕 可是這個季度 他就跟你說 我們的SPA A 有兩位的新客戶 聽說法人圈在傳的 應該是Amazon 還有有可能是在三星的身上 但是不管怎麼樣 讓他的盤後的股價 大漲了8%多 然後亞馬遜的部分的話 他也有說到 因為假日購物的強勁的需求 還有就是財報 財測 跟AWS 雲端 AI的這一塊 有比較大幅的成長 所以他的盤後 也上漲了5%多 所以今天的台股 我剛剛看到美股的部分 盤後盤已經回穩了 所以今天的台股的部分 會先跌 跌了之後 你就看說 誰能夠快速的指穩 回升 然後帶來現在目前的 台股的一個回穩的過程 所以待會兒的台股 先跌的過程之中 你先不要擔心 然後我待會兒在盤中的時候 我也會用我的LINE 來跟大家做相關的提醒 因為我希望你能夠在 現階段行情 比較波動的時間裡面 找到一個比較安心的一些 支撐的方向 指引的方向 待會兒盤中 我再跟大家做說明 我上半段的廣告先進一下 然後下半段的回來的時候 再跟你說 行情在震盪的過程之中 你如何來去做一個安心的操作 我們先進廣告了 好 歡迎回來到 財經照聯盟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在上半段的時候 有特別跟大家提醒說 因為我們休了一天的颱風假 然後這兩天的美股的部分 是比較屬於大跌的 因為在美股的財報週登場之後 甚至像是你剛剛看到 清晨有一些新聞是號稱 伊朗又要去打以色列的 這些相關的中東地緣的政治 還有美國的政治的不確定性 因為到底是誰當選 下個禮拜可能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目前看起來川普的聲望是領先的 但是以公告為準 所以市場的不確定 帶來短線上面的美股波動 台股又得要跟著美股走 台股今天就先跌 可是我也跟大家說到了 因為短線這邊而言的話 台股受到了一些 短線波動的影響 可是如果你反映到明年 也就是2025年的成長獲利來說的話 我認為大家都委屈 比方說我們在休假那天的之前 的禮拜三 因為禮拜四休假 然後禮拜三的下午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發哥 林發科也開了一場很棒的法說會 他的去年的前三 應該今年的前三季 賺贏了去年的一整年 EPS快要52塊 然後你如果他的第四季 他相對比較穩健一點 他跟你說到的是 有可能從衰退到小禎 就大約在持平的附近 可是如果就持平而言來說的話 其實已經是 還不錯的一個數字 因為這樣的話就表示說 其實今年的獲利 已經是大幅超越明年 今年的獲利 已經大幅超越去年 然後明年的展望的話又更好 因為他還有一些AI PC相關的產品 而且天璣90004 是用台積電的3奈米的晶片 所以他的銷售狀況 在中國那邊的銷售是非常好的 甚至連那種平價的手機 Vivo用了天璣90004 他也都敢漲價啊 所以這都是委屈的好的股票 那我也給你快速看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F4的狀況 就是台股的像台積電好了 台積電你今天一定會先跌 我先跟大家做提醒 因為今天剛剛早盤的台積電也下跌了2% 所以你2%換算起來的話 你就得要回測1000塊的那個位置 可是我也跟你說過了 即使是跌破了1000塊 大約在這邊附近 好這邊 974 975這附近的話 就會遇到它的很重要的季線的支撐 和之前的一個 類似像是頸線那個支撐 就是技術面線型的突破那個地方 所以這附近會有尋求一個非常強大的支撐 甚至跌破了1000塊的時候 我認為都是投資價值 可是即使是投資價值 它也得要跌 可是至少這個底部 我覺得是一個打底 兩隻腳之後 手穩在向上 這是台積電 紅海也一樣 有沒有看到 一個打底第二隻腳 手穩在上 它的那個頸線 就大約會是在190塊的附近的位置 所以當它如果回測200塊 我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撐的價位 萬一如果跌破200塊 我覺得都是超跌 所以在下跌的過程之中 等一下我就說我盤中的時候 會再用LINE的方式 來跟大家做相關的提醒 這邊是不是什麼樣的 投資價值的好地方 像昨天聯發科也一樣 有沒有 聯發科它也是剛破底之後 打第二隻腳之後 再去做一個突破 所以它的頸線大約在1250這附近的位置 今天或許會來去做一個回測 可是回測的過程之中 明年都是充滿著投資價值 但是因為這些相關的大型股 都是比較趨穩的這種個股 所以這種穩的個股 你自己考慮一下 你要不要去買這種 比較沒有資金的效益 這張圖 我今天就沒有時間說 不過你可以把它照片照下來 或者是QR Code 沒有關係 那個LINE的ID 小老鼠DAREN888把它加起來 然後等一下再給你看QR Code 來 所以這些相關的個股 都是有投資價值 然後如果反映明年的獲利 他們的股價絕對不是 現在這個委屈的價位 但是短線這邊的震盪 你必須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美股的干擾的部分 台積電1300塊 鴻海225塊 聯發科1500塊 甚至廣達的話 可以看304到306 這個都是滿保守的看法 滿穩健的看法 都沒有給你很浮誇的 因為你隨便喊一個浮誇的 台積電EPS100塊 我告訴你 會被法人笑死 但是57到60是可以達到的 所以這就是現在目前 我們的F4的一個狀況 兩大報紙的頭版頭條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太大的重點 要跟大家做額外的說明 這邊有講到一個買盤歸隊 因為11月的台股有機會先蹲後跳 他的講法是因為 美國總統大選的干擾已經消除 然後甚至像是輝達的 GB200的伺服器要開始出貨了 所以相關的一些題材面 跟基本面的利多 都會來去做一個支撐的過程 台股今天我剛剛說到了 早盤先跌的過程中 請你不要特別的擔心 不要特別的恐慌 你反而應該要開始留意一些 因為今天開始已經11月了 如果相關的一些利空 或者相關的一些干擾 都在這個禮拜 能夠結束的話 其實你下個禮拜 你就應該要回歸到台股的基本面 那基本面就是成長的基本面 基本面就是短線 已經被挫殺到委屈的基本面 所以這是我現在目前 對於台股的看法 也如同我們之前在8月份的時候 9月份的時候還記得嗎 我有特別特別用影片跟我們的LINE 來跟大家說我提醒說 這邊新聞為了下跌找理由 這是8月7號有沒有 我說過了 這8個利空都跟你破解之後 從8月開始起漲2000點 9月的時候我也跟你說過 那邊在打第二隻腳 然後打完之後又是漲2000點 所以今年有很多的一個情境 都是在挫殺超跌之後 然後挫殺超跌之後 才開始展開一波的行情 所以下跌不要擔心 我在這裡我提醒大家 那如果你不好意思或者是 就是我的YouTube留言板 是開啟可以跟你做互動的 你可以跟我做一些留言 我可以跟你做一些回應 那如果你不好意思 讓別人看到你的留言的話 沒關係 用LINE把它加起來 就像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我的LINE上面有很多的資訊 就是比方說你可以剛剛看到的 F4的看法 明年的獲利 甚至法人的預估 然後比方說像是你要跟我 視訊一對一的互動的對話 甚至有時候要跟你講一些 好的個股的分享 你有沒有看到 禮拜三 就是我們休假前一天 紅准竟然漲停板 誰買的 去看一下是不是我跟你說到的 投信已經開始在做作帳了 然後你再去看一下 誰 成名店 有沒有一樣漲6% 什麼時候送給大家的 是不是我在8月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 MSCI 納入小型成分股 成名店你可以留意 因為他有跟廣達去做合作 因為你買廣達 很牛 很溫 不會波動 可是你買廣達而受惠到的成名店 竟然可以創個波段的新高 所以這都是看大做小的 這樣的觀念 我也跟你說過了 台積電法說會的利多實現 不叫做是利多出盡 因為有一些個股是預期你的預期 預判你的預判 然後他就是在你去做追高的時候 倒給你 可是在你不敢買的時候 我們的法人 我們在做逢低買的動作 這是萬潤 那我跟你說過 那時候200多塊你沒買的話 你在500多塊的時候 你也不要再做追高了 人家已經漲了一倍了好不好 盤中的Final的提醒 不要追高的動作 或者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背裡的送分題 如果你可以把它學回去 把它看得懂的話 我恭喜你 你這一波你可以賺1000點 為什麼可以賺1000點 23 317 然後跌到22 2多多 那就1000點 1000點的行情 所以在這個行情 在波動的過程之中 你可以用 交給你的一些很棒的策略 很棒的一些觀念 甚至像是很棒的看盤的技巧 用期貨的背離的訊號 把它賺起來 時間有限的關係 我自己的期貨的部分 我也快速給你看一下 從18號開始賺300點 然後21號禮拜一 那賺了165點 然後禮拜二的時候 我跟你說過 我被霸 我老實告訴你 因為不可能天天賺錢 但是我們可以掌握到大賺 小賠 所以當我被扒了一天之後 再一天我們再賺100點 然後再一天又是一個小賺賠 因為沒有行情 我就賺不到行情 我就賺不到錢 可是在每天每天的 這樣的過程之中 你看25號 我們又賺了一筆多單 然後賺了125點 然後你會講說 這些相關的一些訊號 怎麼你都有我都沒有 因為我是分析師 我是投雇 我是合法合規 可以收會員 帶我們會員賺錢的分析師 但是如果你自己 在期貨那邊開戶的話 他們不可以提供給你任何的訊號 股票也是一樣 不可以跟你講任何的一些操作 他跟你講 他就違法合規 可是我講 是帶著我們團隊獲利 所以在這樣情境之下的話 這個禮拜 10月28號 空單賺283 我說過了 我賺多少不是我去強求而來的 我每天都有賺賠 但是我知道 我們要掌握到的賺大賠小 大賺小賠 這才是現在目前的操作的方向 行情看多 我一樣要能夠多空雙向操作 因為行情一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賺到大的 所以最後的一分鐘的時間 我再跟你講 台股跌了1000點 台積電跌了80 搞不好今天要跌到100塊 可是我們的多空雙賺的期貨 我可以賺到1000點 一口可以賺20萬 10口就是200萬 不管你有沒有做期貨 我拜託你期貨現階段 把它當作是你的武器 把它看回去 把它學回去 投奔筆沒有時間說了 因為最近的一些投信 也正在做任養跟作戰行情 最後30秒的時間 請你做幾個動作 第一件事情 我的LINE把它加起來 第二件事情 輸入通關密語 交易期貨的第一本工具書 是我寫的書 我希望你能夠在 現階段波動的行情裡面 賺到錢 所以我抽10本書 來送給大家 所以需要協助的話 用LINE 用打電話的方式 來跟我們做洽訣 台股加油 大家加油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簡直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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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